是否农历七月 王子秋生意就分享了过去到中国工作时 在饭店遇到了灵异事件 当时他被安排下榻在旧式饭店 因此在入住前 念了佛法佛号求宝币 他的发行师进入房间后 对方好奇地打开窗户 接着发现对面大楼 有人一直向自己挥手打招呼 王子凑过去时 也看见了一个女生一直在挥手 发行师也向对方挥手打招呼 结果两人隔天早上睡醒后 才发现对面是一片空地 根本就没有大楼 因此不可能有人住 两人瞬间觉得非常忙 回到台湾后赶紧到庙里收紧 虽然某次他在外地拍戏时 晚上却在饭店房间内听到 电视柜不断开关的声音 只要一闭上眼睛就会听见 接着还一直听到敲窗户的声音 让他无法安心入睡 最终只好到发行师的房间 两人急在同一张床上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